活動內容主要由基隆市牙醫師公會等 專業牙醫師設計 教導家長和孩子們 正確的口腔保健知識以及結牙技巧 降低取齒率 並且讓孩子體驗坐上牙醫整療椅 實際體驗各式各樣的牙醫器械 讓原本害怕看牙的小朋友 也想坐上整療椅 嘗試一下 也藉此讓小朋友從小學習 照護牙齒的重要性 因為他平常是學校會屠佛 然後之前小時候有去過牙醫救著 對 然後可能就是經驗有點不足會害怕 那今天因為透過這個活動 然後他就認識了很多 就是要好好的刷好牙齒 然後用牙線 然後謝謝就是牙醫師公會 然後還有學校的幫忙 然後讓我們做家長的 就是更放心的教他 怎麼如何保護牙齒 為了讓幼兒養成正確的口腔保健 及結牙方法 基隆市牙醫師公會特地在暑假期間 結合基隆市衛生局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中華國小婦幼以及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院共同合作 舉辦幼兒親子牙醫體驗營活動 讓孩子們從小學習正確的刷牙結牙方式 也不會再害怕看牙醫 他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學會 照顧自己牙齒的健康 有刷牙 用牙線啊 然後學會印牙膜 看牙醫師怎麼照顧他們 讓小朋友不會怕刷牙 不會怕用牙線 然後爸爸媽媽也真的學會 怎麼照顧小朋友的牙齒健康 我們其實一起合作 在今年開始 小朋友只要有上幼兒園 都有機會由幼兒園老師帶到診所去 做實地牙醫 牙醫診所的一個牙醫體驗 這個活動我們今年至少有30場 明年也會繼續辦理 也是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歷程 然後讓小朋友能夠 從小就養成愛顧牙齒的習慣 而且不會害怕牙醫師 也是健康醫師繼續辦理 那希望各位家長可以來獲得 就是正確的口腔會 口腔會教觀念 回去就可以照顧好 小朋友的口腔健康 基隆市牙醫師公會也提醒家長 政府賭助6歲以下幼兒 每半年一次免費的圖博 也要定期帶小朋友 到牙醫院做檢查 不要等到牙齒痛了才去看牙醫 會更容易增加孩子看牙的恐懼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對 棍柚的牙齒就是